我们今天导航的那一家店应该是 逮家的农家乐那种感觉吧 我猜了 这一片都是做农家乐的 我发现好多 到了姐妹逮家乐 可以找个地方停车 看到了 非常偏僻一个农家里面 哇 好丰盛啊 你看到别人吃的好丰盛 我觉得可以 他们这个用餐环境挺简陋的 但是我刚才看到桌上的那个菜还是可以的 我们选个地方吧 就这里吧 就这里吧 这个桌子还是可以转动的 准确的说我已经忘记是怎么找到这家店了 可能是 有可能是抖音 有可能是小红书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就莫名其妙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是整体的环境有一点简陋 那一份套餐有烤鸡烤鱼还有包烧鸡脚精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 另外也有一些米线跟菠萝饭 这个四到五人的餐是120多块钱 我觉得非常划算 包烧鸡脚精 看一下 我对这个菜一直很好奇 因为这个是向往的生活里面有过的一道菜 哇 哇 这什么东西 先尝一口 哇 非常的歹味 酸酸辣辣的 好开胃 这个呢是菠萝饭 然后野菜汤 一些薄荷叶的一些青菜 嗯 这个是 这个是猪皮 炸的猪皮 这个就是看起来非常诱人了 烤鸡 这个是烤鱼 这么一大桌 120 那我非常期待这个烤鸡 吃一下这个烤鸡 它的外皮是脆的 嗯 好香哦 好香 好吃 胡椒 鱼肉很特殊的香味 再尝一下这个烤鱼吧 嗯 哇 烤鱼非常好吃 烤鱼里面是很嫩的 然后外面有一层 歹加的那个酱料吧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不错 这个是 我很好奇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点像粽子吧 嗯 嗯 我觉得哪家菜就是 很多什么那个 叶子包的 猪的 这什么东西啊 里面是糯糯的 里面这种东西 嗯 嗯 每一种糕 甜的 口味跟我们那边的年糕有点相似 还是烤鸡跟烤鱼最好吃 烤鸡烤鱼巴刷鸡甲鸡 烤鸡撑起了整桌菜 其他菜你就尝尝就好了 它烤的确实不错 味道 然后外面一层是脆的 现在我们吃完了 那个烤鸡被我们全部给吃掉了 烤鱼也被吃掉了 爆烧鸡脚筋 我把鸡脚筋给挑出来 全部吃掉了 剩下的像这些菜 都没怎么动过 总体来讲还可以吧 值得来试一下 毕竟价格很便宜 好了我们吃完了 准备打到回谱啦 是南山江大桥 但是看不懂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 请关注我 所有热爱旅行的人 都会在路上相逢